一台银色轿车从渔港中被吊起 整辆车被海水灌入 基隆外木山渔港 2月8号小年夜当晚 发生一起轿车冲入港区意外 警消不敢大意派出潜水员前往搜救 消防局请求救难协会前往搜救 救难人员顶着16度低温 潜入水中搜寻 但迟迟找不到驾驶踪击 但现在收救人员却接获警方通知 其实证明王姓驾驶早就上岸走人 下着雨天气非常的冷 又加上小年夜 救难人员的着急也比较少一点 我们当天就有四位干部到场 我们就着装下水 下水的时候就先了解当下的状况 然后进行搜索 因为这个消防局跟海巡已经先搜索一轮了 对 我们就后续的我在我们又继续搜索另外一边 就是港内的另外一边 那下去的时候第一就是寒冷水非常的低 水温很低再加上港内的油污又臭 又涨那个油上来那个装备都是油 那我们在搜索的过程中 就我的电脑表显示17度 在最低差不多16度 救难协会人员赶到现场下水搜救 没想到原来王姓驾驶落海之后 当下就逃出车外 游到对岸之后再通知朋友接他回家 家属最后才通知警方撤销协询 民众春节期间驾车不胜罪喊一案 事件发生后警方寄依据车号通知车主父亲 并受理王明父亲所报棋子紧急协询案 本所依规定受理后 进于消防单位积极配合收救与协询 直至11日王明自行返家后 由其父亲带至本所办理测询 经警方询问王明罪喊原因 王明表示当日因心情不佳 情经该路断时因路况不熟 不胜罪喊 其自行脱离车辆游上岸后 因害怕遭家人责骂 故自行通知友人带其离开 直至家人与其联系后 才由其父亲陪同其到本所办理测询 自小客落海事件 本局自2月8日受理报案 自2月11日情路结束为止 共计出动消防人员46人次 消防救灾救护车辆38车次 救生艇8船次 益勇消防人员9人次 本局于2月11日搜寻潜入结束后 告知家属次日起不再派员搜索 于2月12日上午9时33分 接获派出所通知 失踪者已自行回家 消防局在这里要呼应民众 如有发生类似车辆落海事件 自行爬上岸后 请主动通知消防或警察机关 并向家人报平安 以免消防机关及警察机关 浪费人力搜索 以示浪费公共资源 也让家人平安 虽然人事平安了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但王姓男子上岸之后 没有通知警方 让他们在过年期间 冒着低温进行搜救 让搜救人员毫无奈 也让网友说 这根本是浪费社会资源 至于轿车落海 有没有其他原因 仍有在警方调查 记者 黄烧铭 金融报导